我们先来了解一下试波器的配件 这是试波器的试配器 给试波器供电或者给电池充电 这个是BMC转香蕉头线 是我们最常用的配件 这个是BMC转香蕉头线的BMC口 我们把它和试波器的通道口相连接 两个香蕉头连接鳄鱼夹 黑色接负极 红色接正极 我们也可以连接次针 红色接正极 黑色接负极 刺针可以刺入各种传感器 执行器等的导线中 鳄鱼夹可以用来搭铁接地 这个是试波器的无源探头 当电压达到上百伏时可以使用 比如测量粗级点火信号 无源探头的BMC口和BMC香蕉头线一样 连接试波器的通道口 这个是探钩 是探头的正极 夹子是探头的负极 用来接地 如果要测试汽车ECU电脑版信号 我们也可以取下这个盖帽 方便接触测量点 试波器的调节非常的简单 我们通过调整 试波器下方的时机 来控制波形 在X轴上的放大与缩小 通过调节这边的垂直档位 来控制波形 在Y轴上的放大与缩小 这边的时机 代表X轴上每一格的时间 比如说我现在调节到1毫秒 代表波形在X轴上 一格就是1毫秒 由于试波器总共有14格 那么说明这一屏幕的波形 就是14毫秒 在Y轴上的垂直档位 这边是500毫幅 代表波形一格占据的 就是500毫幅 如果波形占据了4格 那么就是2幅 如果我把它调节成1幅 可以看到波形就占据了2格 如果我们发现 我们的波形并不是很稳定 那么我们可以尝试调整时机 把时机打大 记录完一屏幕 比较长时间的波形以后 暂停波形 然后展开波形 我们可以通过调整波形的 从左移 从右移 从上移 或者从下移 来调节到波形 合适的位置 或者我们也可以直接点击 示波器这边的auto键 来尝试让示波器 自动的稳定波形 示波器还内置了一个汽车包 我们可以点击 里面有各种各样的测量项目 可以通过快速的选择 来让示波器进行合适的设置 欢迎示波器详细的使用方式 可以观看说明书 或者观看我们的 视波器相关视频教程集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